那么另外议员杨华美则是对于流浪犬猫的处理 像是捷运 希望能够有具体的成效 要求农业处透过林里长的系统 有效来管理流动犬只 与民间收容所来配合 来解决流浪犬猫的问题 华联流浪犬只数量不减反增 县政府主顾已经高达一万多只 而县议员杨华美咨询的时候 就要求农业处透过林里长系统 有效管理流动犬只 并与民间收容所合作 解决流浪犬问题 民众很关心的环境卫生的问题 还有狗伤人 人伤狗的一些事件 然后有一些热点 它其实有一些狗只群聚的一些问题 那这些不是动物本身的问题 而是我们人跟动物的共同的生活环境当中 我们怎么样做一些事情 或不做这些事情而导致了动物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 规划的话 那会是一个无限延伸的状况 那目前104年我们全花莲的浪犬 浪犬而已 这有4000多只 那农委会三年一次的统计 107年它是有8000多只 那预估明年的统计可能会突破1万只 那这些1万只的浪犬还不是一个实际数字 因为还有一些黑书 那加上去之后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好妥善的处理的话 那它的繁殖 一胎生而起之的话 那很快的在10年内 我们的流浪犬的数字一定会逐渐的 一定是非常的高升 那怎么样在现在就开始 有一些整体的规划 让这个流浪犬之的议题 能够逐渐的控制稳定下来 让浪犬能够被掌握 然后不会再有民众被攻击 狗伤人能伤狗的一些事件 然后也期待县府 就是说在所有今年发生了很多工程 都集中在七八九月嘛 那所以民众每次要出门上班的时候 都会发现这边又挡了 然后又绕到那边 那边又挡了 但是没有一个横上的攻期的盘点 以及协调工程的进度的话 那民众就会一直在这个状况下打转 那希望县政府能够很明确的 掌握工程的进度 不管是中央地方乡镇市工所 都要能够掌握工程的进度 以及它工程的期间 那做好一些沟通的平台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所有的路屏的部分 一定要在工程的最前端 就我们在施工的最前端 它一定要能够做协调开讨论 那否则的话 你每一个路口都各做各的时候 就会造成今天这个状况 所以工程的协调跟掌握是非常重要的 杨华美也建议县府 在人行道的改建相关工程上 必须能够跟其他单位进行协调 才不会造成电箱占用人行道的空间 影响行人通行的安全 就在林杰花联采访报道